大家好,我是乙族GC 本期给大家出一个黑城堡迷你的安装就成视频 首先你收到的是一包槽体,一包零件 槽体都是带膜的,需要先撕膜 最好是清水冲洗一下 咱们给它分配放一下 这是槽体部分的 放一点 这个是热光板 挡板 这个盖子 咱们还是老婆去新安装活动区 新安装这两根侧板 我把它卡上 这个黑色就圈固定 这边是 这边是 然后上两次这个大板子 我看上来 我看上来 我看上去 这个黑色就很像 这边是 这边是 这个黑色的 这边是 这边是 这个黑色的 这边是 我看上来 夹克力板的偶尔会有空茶 它们给它对齐了以后 然后这样试探着一压 它就进去了就可以了 或者有那个小错的话 用小错错一下就可以 然后就固定 然后这边给它对应的安装 对应的安装 好了 这个大理框架就算安好了 然后下面咱们来安装 这个挡板部分 这个挡板 挡板它是有一片是在扩张口的 还有一片是入口的 这个是入口的 在圆栋的 这块在圆栋的 还有两片一样的 咱们先安装两片一样的 这一片是拧在 它它俩是一样的 这片是拧在从外面拧 然后跟它对应的这一片一样的 这一片是需要从从里面拧 把它从里面往外 从里面放 为了快啊 这个螺丝图就不都先进来 然后这个是在 在这个入口部分的 是安装这边桥体 跟它对应着的 咱们给它对上 这边注意 这边的小螺丝先不要拧 这个方 这个是接外接已到的 然后再把这边的接上 这边的这个裤掌口 也是跟这个对应的 这个红是对应的 接下来说 然后这个挡板部分都完成了 注意就是这面是从里面拧 其他都是拧在外侧 然后下面咱们来安装潮底部分 先安装这个 湿管架的部分吧 找出一片这个小圆 跟这个是一样大的圆 咱们给它拧上去 从外侧拧 好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咱们安装主潮底部分 主潮底部分 你们说一下顺序啊 首先 这片 在一个孔这个圆 是这么放上去的 放在外侧的 放在外侧 然后其他是放在 从里面开始放了 从里面放这是顺序 第一片是这个椅盗 然后 第二片是这个小口 这是竹炒口 第三片是这个小圆 第四片是这个黑色的大圆 这是放胶圈的不定的 第五片是一个小圆 咱们首先 先把这个黑色的放成胶圈 这个潮可以放十一根石管 咱们就放十一个胶圈 放到这个黑色的圆中间 好 旧圈放完了 咱们把这个 刚才这个给它盖上去 然后 从里侧给它上上去 然后用手把这一点 咱们先上两个螺丝固定一下 这个就是用这个长螺丝了 然后咱们用手把着 用这个长螺丝给它固定上 然后下面咱们来安装这个椅道部分 椅道部分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割的 先割这片 然后是割这两个黑的这个5毫米 然后割这个挡板 这边是用三个长螺丝 最长的螺丝固定 然后活动区域是用短 短一些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咱们来安装这个盖子部分 盖子就比较简单了 这两片拧一起 双层盖嘛 不容易变形 而且没有缝隙 这个槽适合从小群养到中群 两片盖子拧一起 然后放上去 没有缝隙的 然后放上这片 然后就是这个喂食小盖的 这个方便喂食的 给它固定上 然后就是这个周光板 这是那个灵活的 你可以方便拆卸的 然后你放的时候给它挡上 蚂蚁喜欢这种 这种环境比较适合蚂蚁 它这个带挂狗子 可以给它挂上的 好发 这边的卡尔在冲上面 这边还有片抽光板 这个槽就完成了 这个特别精致的一款衣巢 而且放着不占地方 比较适合在办公室啊 学校啊 家里啊 都是可以的 而且样子非常好看 这块还有个扩张口 可以那个连接垃圾区啊 喂取器啊什么的 这样 对吧 同意吗 就键不是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